眼前滿滿的手工藝、小飾品 這些可都是由新北市淡水區幸福里 里長帶領里內的媽媽們所創作的作品 里長說過去每個星期都會邀請老師來到里集會所 開辦環保創意手作課程 並且邀請到里內的家庭主婦來參與 讓這些媽媽們重新有了不一樣的創作技能 更在這一次的登宮國小園遊會當中設立攤位義賣 總共賣出了9610元全數捐給登宮國小幫助學生使用 那當然從我歷任做了里長開始 我就對這些媽媽他們未來的第二春都有在關注 所以我也希望這些媽媽能夠走出家庭 然後來活出自己 所以這些媽媽們就很開心的來這邊參加我的手作課 然後做了好多好多的手作品 然後趁這個機會剛好來辦這個手作的一個攤位 然後義賣然後把所有的賣掉的錢然後捐給學校 給學校拿來做給孩子們的運用 里長表示透過這樣子的義賣捐贈能夠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同時也讓這些里內的媽媽們透過手作義賣 得到更多的肯定與支持 又能夠幫助孩子相當有意義 而這些手工藝品種類非常多元 有包包 香包 手工香皂等等 讓現場來採買的學生與家長都非常的喜愛 我們手作的作品就是有那個鐵骨巴特 他就是運用一些資源回收 像例如這樣的一個瓶燈 就是喝完酒 然後我們就不要把瓶子丟掉 就把它來做一個平安燈 然後在家裡做裝飾 然後要來就是我們把那個睡部剪一剪做一個小青蛙 然後讓孩子能夠把玩也非常的療癒 然後也當作家裡的擺飾 然後還有一些椅子 小椅子 或者是很多各式各樣 都可以回收的東西用你的頭腦去創造 然後把它再生的利用 也符合了這次鄧公國小的環保意識的一個原油會 里長表示在這一次的意賣當中 也算是這些課程下來的小型成果展 展現出過去這些媽媽們所做出來的成果 當中有鐵骨巴特包包 是用資源回收的材料所製作而成 加上一些美化就成了非常特別的皮包 而另外還有玻璃燈瓶 則是使用回收的酒瓶 來創作變身成為家中的裝飾品 一旁還有非常療癒的小青蛙 則是使用破碎的布料所製作 能夠讓小朋友把玩 而這些都是透過大家的小小創意 將不要的材料回收再利用 更符合現在資源不浪費的精神 達到環境永續的目標 記者許端一淡水採訪報導